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把项目实战 HIGHGO网上商城 上一项我们将分页从数据库这一层 做了一些代码的实现 包括实体并的设计 这个里面有六个属性 包括有每页的数据 每页希望显示多少条记录 实际每页多少条记录 当前第几页总共多少页 以及总记录数 这个都是我们界面上显示数据 以及产生导航做准备的 上次课我们还在DL里边 增加了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用于查询分页的数据 它需要通过Map来封装三个参数过去 一个是页码 一个是每页显示多少条记录 还有一个就是条件 第二个方法 我们通过条件查询商品的数量 同时呢我们也在GoodMap这样一个 印象文件里面呢准备了两个 Select的标签 那么这时刻呢我们来将这两个方法呢 用上来形成一个 Surface里边的查询方法 好那回到 Surface里边 我们准备这么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PublicPublicP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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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我们上次课准备的两个DO方法 都是为了能够得到配级病里边的某些属性做的准备 所以现在这个方法非常的明确 最终一定要在页面上得到一个配级病 有了这个配级病 我们就可以在页面展现很多的信息 而对于这个方法的参数 我们要考虑 我们知道在DO的方法里边需要有三个参数 一个是页码 一个是每页显示多少条记录 第三个参数是长行条件 而对于我们一般的系统来说 每一页显示多少条记录 这个并不是由前台传过来的 虽然有一些系统允许用户 设置一个每页显示多少条记录 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不允许用户在前台直接填入 或者设置一个每页显示多少条记录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两个参数呢 传给surface方法就可以了 一个呢就是得到页面上传过来的页码 你要查第几页 那么你就传过来 我呢再传给DO 然后交由呢 EBODYS去进行查询 第二个参数呢 肯定就是查询条件 我们封招到固子里面的传过来 就可以了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PedSigns 这个呢 我们等会呢 在实现surface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定它 而在真实的商业项目里面呢 这个地方 我们呢肯定需要通过别的方式获取 而且呢应该是可以配置的 也有可能在数据库里面呢 保存的这个PedSigns 我们呢需要通过DO的方法查询一下 然后拿过来使用 也有可能呢 就是存放在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比如说一个XML文件 或者一个Config 或者一个Purperties 都是可以 总而言之呢 我们在这个 接收客户端参数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需要有这个PedSigns 我们是在这儿呢 给定的 好 既然如此的话呢 我先把这一个PedSigns呢 简化一下 直接写成一个3 放在这儿 我们等会需要用的话呢 直接使用PedSigns 好 但是呢 我还是强调一下 这个3呢 在实际我们去做这种商业项目的时候呢 一定是来自于其他地方 并且是可以配置的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写 我们本次科的重点 这种代码呢 我们要通过刚才两个DO的方法 来进行呢 得到相关的属性 这些属性呢 我们要封锻到一个PedB里面 所以呢 我先 将PedB呢 创业好 最后返回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PedB 那么中间这若干条代码呢 都是为了能够得到PedB里面的属性 一旦得到这个属性呢 我就把这个属性 封锻到PedB里面 然后呢 把它返回到 Action 由Action呢 在页面上进行载线 好 这个思路呢 我再强调一下 我们就是将这里边 我们就是将这里边若干个属性呢 来获取到 比如说第一个属性 就是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它肯定是来自于 我们之前写好的 DO里面的一个方法 Get Goods by Page 好 这里呢 需要有一个Map 那我们呢 在前面准备好 我们第一个 箭子对 那应该就是呢 Page 这个Page呢 来自于 页面传过来的一个参数 原封不动呢 封锻进来 第二个呢 就是PageSite 我们使用这儿 定义好的一个变量 第三个呢 就是 插询条件 好 参数呢 我们就这样传过来了 那有了这样一个Data 就说明了 我们这一页的数据呢 已经从数据后里 获取到了 它就封了到了一个List里面 所以我们的下一步呢 就把它射制进来 那么第一个属性 我们就有了 那照顾的画表 我们来看 其他的属性 第二个属性呢 是页码 页码呢 我们直接使用 界面传过来的 配件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呢 这个也是从参数呢 传过来 这个呢 我们使用 设置好的 配件Size 等于3 就可以了 接着 还有一个实际的 页面显示的数量 这呢 我们之前提到过呢 看一个来自于 数据的数量 那么第四个属性呢 我们也找到了 接着还有两个属性 还有一个呢 是总共多少页 那么这个总共多少页呢 它是没有办法 直接通过shake去查出来的 但是呢 我们准备了一个方法呢 是能够查询总记录数 那有了这个总记录数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有 多少页 所以呢 我先把总的记录数呢 查出来 那么这个PageBin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 来设置一下 Total Number 第五个属性呢 我们也获取到了 那么最后一个属性呢 就叫做呢 总的 页码 它是怎么计算而来的呢 我们有了总数 有了每页显示多少条 我们除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 在加碗里边 两个整数相除 它的结果呢 也是取整 它没有小数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考虑周全 如果正好除尽的话呢 这个页码当然就好受 比如说 我总共是九条记录 那么每一页呢 我放三条 那这样一除呢 当然就是三页 但是如果总的数量是十条 而每页显示三条 那么如果还是使用 十除以三的话呢 再加碗里边 它会得三 那显然 这就不对了 因为呢 三页 是放不完十条的 那么还有一条呢 应该放到这四页 所以呢 对于这个total配件 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总的数量 对 配机size求余 假如等于零的话 有时能够除尽的话呢 那么结果 就是他们俩相处就可以了 如果除不尽的话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相处的结果 加一 那么只有这样运算呢 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总叶数 这个需要大家想清楚 所以到此为止呢 我们第六个属性呢 也得到了值 我们仍然呢 将它封装到配置并里面 经过这样的一段设置属性的操作 我们就将配置并里面六个属性呢 全部设置进去了 那基本上我们的工作 就完成了一半了 那么有了这一半工作呢 它就能够非常方便的 为前台的页面提供足够的信息 供我们来展现 好 那我们接着呢 将action写好 那么在action里面呢 我们也提供一个额外的方法 之前这个list的方法呢 我就保留在这里 叫list by page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们需要考虑 哪些数据 会作为参数 从前台传到这来 又有哪样的数据呢 会从这个方法呢 返回到前台页面 那么毫无疑问呢 我们肯定需要回去的是一个 配置并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核心思路 这个是一定要带回去的 那么它的数据呢 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直接通过selfense的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叫getgoesbypage 那么这个里边有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呢 我们之前也强调过 它就是来自于用户在页面上的输入 比如说page 那么用户呢 在点击页码的时候 就可以传过来 而对于goes的这样一个查询条件呢 在列表页的上部呢 有类别的选择和商品名的输入 所以这个goes呢 我们就不用操心了 它是可以通过前边的 这个goes 传过来的 而配置呢 我们需要考虑 它如何能够呢 传过来 实际上 对于这个配置呢 当用户点击 这个商品列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不用传配置 默认呢 就是第一页 同时呢 包括用户直接点击sension的时候 仍然呢 默认是第一页 那么只有当 这个导航条产生之后 用户点击第一页 或者第二页 或者前一页 跟下一页的时候 那么才会传一个配置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首先 写一个这样的配置 是由索性呢 来接收一下 到底是第几页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需要来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如果呢 前台用户没有传 那么我就需要呢 默认让它为1 这是非常合理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计为前台 不管哪个地方都需要传一个配置 作为参数 那现在呢 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往下写 接着呢 我们再返回一个 我们还是到之前的list 接着呢 我们对于这个页面上的这个分类呢 我们同样的需要带回去 每翻一页呢 这个数据其实呢 也需要重新带回去 所以呢 这一句查询呢 我们也放在前面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工作就基本上 完成了 这是属于加瓦这一段的一些代码 从数据库的DEO开始 到Surface如何串移一个PageBin 接着到Action里边呢 如何来接收参数 如何来将数据反过回去 那我们最后呢 就需要回到页面来做一些工作了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已经将加瓦后台的一些代码呢 准备的差不多了 下这刻呢 我们将这个数据呢 显示到页面 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在页面上 进行一个操作 比如说 如果页面上的数据呢 能够展现 并且呢 底下这个导航条呢 也能产生 接着我们还可以呢 点击导航条上的页码 然后跳转到D级页 这个呢 都是页面的事情了 所以呢 我们留着下一次课 单独来讲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